弟兄姊妹们早 请您把圣经翻开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刚刚弟兄姊妹们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十七节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安静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求主今天早上 再一次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孩子的话语 求主来亲自地来带领来洁净 不属于主的求主完祖 是属于主的求主来尽力地释放 愿在这个台上不见一人只见一处 我们讲祷告 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刚刚这个徐牧师跟我提到了 他说他是台大的校友 他大我几码十二届 所以这个年龄我们就不用算了 所以说我已经不年轻了 我不晓得有没有clicker 有人帮我放了 谢谢 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我们在台大那个年代里面 我们那种是那种 我想许牧师可能会跟我们一样 这种感觉 我们那种是少年不是仇滋味 在那种惨绿少年的时代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梦想 就跟很多同学一样 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台大有一个流行的话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我们来台大的一个跳板 就是要能够到美国去求学 在当年的那样子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中党抱国 我们一起 这种很强烈的民族情节的环境里面 我们觉得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 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到美国去念书 我们要来学习一个真理 你要这样讲 可是我现在给你举个故事 是我在台大的时候 我们自己亲身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做学生比较穷 我们买东西都是喜欢去地摊 买地摊货 我们台大的校园对面就有夜市 这个夜市里面地摊就摆满了 这种廉价商品 当时我们台湾就是 叫做三件一百块 差不多就是三件 差不多三块美金吧 等于一件99cent 当时台湾最流行 在学生当中 我们最流行的是什么呢 有三个品牌 在荧幕上看到的 一个是企鹅牌 一个是雨伞牌 最有名的是鳄鱼牌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流行Polo 所以那时候在大学校园里面 如果你能穿上T恤 有这种logo在上面的话 大家都会对你 投以羡慕的眼光 那时候成学生我们就想 也去攀比 就看有没有这种衣服 我们可以便宜回来 剪一剪 我们去买 所以我叫到这个夜市里面去逛 就看见了地摊上 就放了这些东西 我就问那个老板 说老板 这个多少钱 三件一百块 我说这么便宜 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板说 谈话 他说你这个人疯了 他说这个三件一百块的东西 怎么会有真的呢 我心里就很沮丧 说这个 我就走开了 然后老板说 年轻人回来回来 我跟你讲 他说虽然我这个是假的 可是我比下面那个摊子 稍微真一点 在一群假货当中 这个摊贩 说我的这个东西 比另外那个假货 还稍微真一点 我就很啼笑皆非 后来我在网上找 这个鳄鱼牌 你们可以看见 这个鳄鱼牌 它里面有两只鳄鱼 这个公鳄鱼搭在 母鳄鱼的身上 这个被逮到以后 这个制造的厂商 还不知羞耻 他说我这公鳄鱼 趴在母鳄鱼身上 生的小鳄鱼 所以这鳄鱼牌 都是从我们这家出来的 然后最让我 自己提笑皆非的一次 是我又去逛夜市了 我就是在逛夜市呢 我看见一件T衫 这个T恤上面这个logo 让我提笑皆非 是一只契鹅 撑着一只一把雨伞 坐在 骑在这个鳄鱼身上 我在网络上找 一直找不到这个图片 我想说这是三位一体 在这么多的假货里面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真的东西 我想这不止对在座的年轻人讲 我要对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子们 甚至很多的牧桃朋友们说 你怎么知道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过的是一个真的生命 一个真实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假的生命 在这个充满假货的市场当中 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主义里面 刚刚袁蒙师姐我们祷告的 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沉沦 败坏当中 我们不断地受到各样的 世俗上的新闻的信息 带领我们的孩子 带领我们年轻人 带领我们下一代 完全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他们就不知道 他们手上所拿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知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可以安生立面的信仰 而这个信仰是真实不可变的 所以今天这里经文里面 就要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这个 耶稣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这一段真实的记载 这个不是比喻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这个不是比喻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耶稣遇见了这样子一个年轻人 在对我们经文里面 我提到了 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 耶稣出来新路 耶稣是要准备 要进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后面 你们可以在经文看见 其实耶稣后来 只会见到三个人 一个是这个年轻人的官 一个是在耶利哥城的 瞎子巴迪买 第三个就是 这个路加里面讲的 那个财主撒盖 在这三个人 路上他碰见了三个人 三个人都问了 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回到 我们弟兄姊妹当中 其实耶稣他曾经讲过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在圣经里面 也有三个人 来问耶稣 这样子很严肃的问题 当尼格蒂姆 那天晚上 约翰福音三章 来问耶稣的时候 说我要怎么样 才能到神国那里去 他在问道路的问题 当本丘比拉多 在审判耶稣的时候 他问什么是真理 他在问真理的问题 今天这个马可福音里面 这个年轻人 他在上帝 耶稣的生命的本体面前 他在问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我没有时间展开来讲 将来有机会 我可以再回到当中的时候 跟你们分享 道路 真理 生命 这三个人 他们所采取的不同的策略 今天我们先看 这个生命的问题 这个年轻人 其实 我也把它复制出来 这一个人 两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 跟在路加福音里面 让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少年人 他是一个年轻人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官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看 我们刚刚读到圣经里面 这个人从小 他的诫命就遵守了 都是说他是一个 很有道德情操的人 那后面看见 他是很富有的人 推出他是一个财富 所以你可以看见的是什么 这个人 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 他是一个青年才俊 非常年轻 非常有为 很有富有 而且是一个官 可是这个人 他跑到耶稣面前 他跪在耶稣面前 来问耶稣一个最重要 而且是千古 很多人在问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到底如何才能承受到永生 这个少年人 他这边所问到的问题 其实你想想看 说我们这个人 怎么还不满足呢 他该有的都有了 他应有尽有了 我们好生羡慕的 为什么这个人还不满足 为什么这个人还需要 一个更多的东西 好像来填补 来增加他的 他这种生命的价值感 他的承受永生 所以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 才可以来承受永生 一般你们大家会听见 有人会讲过 曾经说我们 其实很多人也是 我后来也是看到 这个网络上面 他的这种讲法 就是 这是巴斯格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当时我也以为 这个话就是原话 后来发觉不是 巴斯格曾经讲过一句话 很简短 他说人的心里浓冻有空缺 人的心当中都有空缺 他的形状是上帝 人的心里面都有空缺 他的形状是上帝 后来我开始去search 找到他原来的原文 他这些法文 看不懂 之后去找英文版 我发觉他英文版翻译的法文 比我刚刚所讲的更漂亮 而且更意义更深远 在他的这段论文的叙述里面 他讲到说 我们人其实都有一种盼望 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都希望 有一个真正的快乐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 这真正快乐 在这种无助的彷徨当中 我说我到底 我能看见的快乐 现在不过是一个痕迹 不过是一个印记 这个真正的快乐在哪里 所以他说人就开始拼命地 用他周边的事物去寻找 去填满 能够 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 能够从不存在的事物当中 去寻找在存在的事物里面 他所找不到的帮助 在存在的事物里面 他找不到帮助 在不存在的事物里面 他也找不到帮助 他就这样子 在白费功夫的这种循环当中 他不断地用东西 来尝试填补 他心里面的空缺 可是他后面讲 他说这个东西是不足够的 是inadequate 是毫无效果的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心里面 这种无底洞 是除了上帝 他自己 你必须要用一个 不能够改变的物件 一个不变的 无限的物件 才能充满你这个 无限的无底洞 所以他所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深思 更让我看到 现在这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 他有钱 他有事 他有道德情操 可是在他的心里面 有这样子一个无底洞 这个无底洞 他尝试地 可能像所罗门王一样 用不一样的东西 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填满 到最后他发觉 他无能为力 所以他来到 耶稣的面前 来问一个 人类最终极的问题 请问什么 才能够把我这个永远的生命 加以活得更充实 这个少年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其实就像巴斯格 他这边所讲的这句话 他想来弥补 他心中的一个空缺 会不会很多时候 我们拿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假货 这些山寨版的东西 来做我们外在的装扮 可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却有这样子的一个空缺 你们也听过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做Sisyphus 西西弗 他在希腊神话里面 他是受到咒诗 这个王的 这个天神的咒诅 把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 应该叫每天 就是永远地 推一块石头 把石头推到山上 推到山上以后呢 再看到这个石头 再不断地往下滚回到山谷 然后呢 第二天 他再从这个山谷 再把这个石头 推到山上 然后他一辈子 要永永远远地 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少年人的观 他可能已经把他 生命当中的这个大石头 推到山上 可是在三顶的那一刹呢 他发觉当他的这个石头 要重新回到山下 他心里很不甘心 我讲的是这个石头 今天在我们人来看 可以变成所有的东西 你看我这个图画里面 你可以去看 里面有好多东西 可能有你的房子 有你的车子 有你的电脑 有你的电话 电动游戏 有你的滑板 或者是你生命当中 你所想要的东西 任何你物质当东西 能够填满你生命大洞的 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石头 然后你每一天就要把这个石头 推到山上去 可是你知道 当你把推到石头的山上的那一刹那 你要重新再开始 而就在这样子一个恶性循环的当中 我们人就开始问一个问题 我到底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在做什么 一个非常荒谬的存在 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存在 所以那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卡米尔 他曾经讲过 就是讲了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们必须要假装 或是必须要假设 西西伏在推这个石头的时候 他非常的快乐 可是我们知道 不是的 在我们实际的经验法则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讲的句话 叫做TGIF 有没有 Thank God is Friday 为什么 忙了五天以后 忙得像个狗 终于回到家里面 Thank God is Friday 可是不行 糟糕 礼拜晚还有团契 我们来逛逛 然后礼拜六还有聚会 然后礼拜天还跑到教会来 跟牧师一起加班 然后牧师礼拜一可以休假 然后礼拜一回去 我要上班了 我们基督徒有些 现在的光景里面 不断地去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石头 这个石头可能 跟变为我们教会是一颗大石头 可是我们就在周遭的循环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落到 这个光景里面 我们说 我们到底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个能够承受永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层面 耶稣教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是应用在其实每一个层面当中 不管是我们自己 是属神的儿女 以及我们在当中所寻求的 其实为什么 我们心里面这个空缺 这种我们英文叫做 Spiritual Vacuum 只是上帝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已经帮我们放在当中了 所以传道书三章告诉我们说 上帝照万物个案 其实 万物皆为美好 然后又将永生 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人很奇妙 就是一个永恒的观念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永远会想问一个问题 在100以后 它的数字是101 101以后是102 你最后讲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在很大的数字 后面是什么 甚至你讲了 我们有无限大的数学观念 你会问 无限大后面是什么 你又是问问 宇宙的最后的边际 以后的宇宙的边缘 它到底是什么 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已经帮忙 wire 我们的神经元的运作里面 就是对永生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望 和盼望 可是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 这个世界堕落的环境里面 我们不断地被世界上 更多种种声音 这种永生的观念在那里 永生的需求在那里 我们想尝尽地填满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得到我们所要的 所以已经会变成一个光景 就像这个图片上的鱼一样 这是C.S. Lewis讲的一句话 C.S. Lewis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 一位文学家 他讲过这句话 他说 如果在 你发现你自己内心 有一种这个世界 任何的经验 都不能够满足你的那种渴望的话 他说最可能的解释 是你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 如果这个世界 任何的经验 都不能够满足你的话 最合理 最合理一个解释 你是不在这个 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你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想找寻你自己 能够满足你的经验 你找不到的话 你最好要把你的眼光 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保罗曾经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 你要思想上面的事 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 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情 这个年轻人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了 他要把他的眼目 他发觉这个世界上的经验 不能够满足他 他需要一个来自于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问良善的父子 我怎么 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成生永生 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耶稣的回答没有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现在 如果现在我们 有一批目到一旁到我面前说 这个良善的许牧师啊 我请问你 我只要做什么才能永生 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而得救 你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我们把罗马书十章十节 或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三十节 那罗马书的东西把他拿出来 但耶稣并没有和他说 你要来信我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他说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 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 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 我们可以说 因为耶稣是良善 说他成功大余 No 这个不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 犹太人他们对goodness的观念 没有错是神是良善的 所以他们不轻易告诉一个人 你是一个好人 他们都相信他们自己 是一个需要受到上帝拯救的人 所以他们等待这样的弥赛亚 可是当他说你是一个良善的夫子的时候 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 你对良善的定义 What is good 你对良善的定义 你怎么去定义的 我要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世界来讲 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主义里面 他们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对的 只要你好就好 你觉得可以 你好 你认为好的就是好 所以我们对这个好的定义 开始产生了各家不同的解读 百家证明以后 你的好成为你的阳关道 你的好成为你的独木桥 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多元化社会里面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你的好 不一定是我的好 耶稣在这里 在挑战这个年轻的观念 其实也正在挑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因为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他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那你自己也不是良善的 这个年轻人大家不太不同意 所以我觉得耶稣他很厉害 他就问了下面这个问题 他说戒命是晓得的 我们说好人的标准是什么 看有没有做等等的好事 戒命 对不对 所以他马上开始问 开始测试这个孩子 测试这个年轻人 我来看看你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后面的经文 你没看见 他用了十戒 后面的几个五个戒 比如说 不可杀人是第六戒 不可奸淫第七戒 非常好背 以后要背圣经 有一个七年之一样是七 所以七就是奸淫 偷盗 对奸淫 不可奸淫第七戒 不可偷盗第八戒 然后七八九就出来了 作假奸真第九戒 第十戒没有出来 第十戒是不可贪恋 所以主耶稣告诉你 后面这五个戒 你做得怎么样 这个少年人怎么讲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 我从小就遵守了 这个经文里面 拿来在上面 你看 他说 见面是小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 见证 不可恢复人 孝敬父母 等等等 他说 我都知道了 而且都从小就遵守了 这我们来看 非常amazing 非常非常非常地 impressive 我大概自己不能讲 我这样做的事情 因为我待会跟你分享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括当括 我的罪 耶稣说 你从小都遵守了 他说 很好 耶稣看了他 就爱他 我要讲 很强调这句话 耶稣看了他以后 就爱他 要跟他想 下面一件事情 他说你缺少遗见 这个中文 我觉得还这个字不在里面 意思 他原文就是 你缺少遗见 我要你们去思想 不是你还缺少遗见 我想回到圣经 不是我们已经做到多好了 九十九分了 你还差一分 变成一百分 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是已经九十九分了 非常不错了 就差一点点 我把你补进去 你就一百分 所以你还缺一分 这个字不在里面 再回到刚讲 因为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你缺一件 你缺的这一件 就是一百分 因为你自己是零分 你不是良善的 你在上帝的面前 刚刚我们背了那个经文 你们看见 在前面告诉我们 挪亚在那个时代里面 昼夜思想的 竟都是恶 满了败坏 在有血气的 都在神面前 买了强暴 ZERO 你缺的是一件 我给你的这一件 是一百分 你只要拿我这个一件 的一百分 你就可以承受永生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耶稣不告诉你说 我们已经做得多好了 你还要做什么 才能更加地 能够登到登峰造极 祂的意思是 你根本是完全地 无能为力 你需要的是一件 现在我把这一件 告诉你 你缺少的这一件 是什么 你缺少的这一件 是你要变卖 你的家产 分给穷人 然后你要来跟从我 这个一 缺一不可的 这个一 是你变卖 分散你的家产 然后来跟从我 这样子 你可以承受永生 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换成 我们这样听的话 你会觉得耶稣 祂好像很苛刻 可是我现在 把你们带到 更深的层次里面 耶稣 祂为什么只问 十戒后面的 五个戒 或是五点五个戒 或六个戒 而且我刚讲过 除了神以外 没有是良善的 这个年轻人 其实他 前面的四个戒 他没有做到 前面的四个戒 他没有做到 为什么呢 约翰·加尔文 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我们人的心 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工厂 后面还有后半段 他说我们从母妇开始 我们就是一个 制造偶像的专家 我们人的心 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 我们不断地会把 我们的偶像 放在上帝之前 如果念十戒 不管你是读 出埃及二十章 或是生命纪第五章 的第一戒 除了我以外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耶稣爱这个少年人 他知道他生命当中的 最大的第一个偶像 就是他的家产 就是他的钱财 而这个钱财的偶像 成为了他的偶像以后 耶稣说 我为了帮助你 让你得到你的一百分 你要把你的家产 把它卖掉 所以你缺少一件 你要去变卖 你要分给 然后你要来跟从我 在这样子一个偶像的 这种前提之下 这个少年人认识到了 耶稣你告诉我的 是一个直抵我的痛处 他的确是我的偶像 他的确是我的偶像 但是我现在 再更进一步讲 我特别有时候 要提醒我们 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讲 很多时候 我们对上帝这种命令 我们产生一种好像觉得 简直是不可理喻 简直是很难做到一种迷思 其实也是的 因为上帝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要来颠覆 我们的世界观 他就是要我们做一个 生命当中彻底的翻转 所以你会发觉 他的生命的教导里面 是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种非常诡调的 你要失去的生命 才能得到生命 你要先丢掉这个世界 你们才能赚得你的生命 所以马太福音里面 最有名的一句话 你们都知道的 你赚得了全世界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你有什么益处 这个少年人他需要的 是让他看见 他今天手上 他所掌握的这个世界 他不过是重复了西西佛 把他的石头 推到山顶上的那种谬物 那种荒谬 他所掌握的这个世界 就像这个图片上面的 其实是一个球 一个泡沫 它稍重即逝 在你的手里面所掌握的 它不可能成造永久 所以这个少年人 他的世界观 应该讲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就被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我们的名利 而做了一个扭曲的看见 我们一直想抓住 一个现实的短暂 却不愿意看一个 永远的长久的永恒 可是以耶稣来 就是要挑战我们的世界观 你要做 先把这个世界上的 暂时的 一定要把它放下 你才能够得到 你要看见的 你要进入的那个永恒 可这个少年人看见的是 我手上的更重要 所以现在很多 为什么我们年轻人 活在当下 我们要帮助我们年轻人 能看见的是 在这个永恒的上帝的 古度旨意当中 他们跟这个旨意 如何产生一个连结 耶稣说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会盲从 你跟着世界的潮流去走 你转了世界 你会赔掉自己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跟从我的话 我今天没有时间 讲后半段 马克福音的后半段告诉我们 你跟从上帝的人 你看起来好像你失去了 你赔掉了这个世界 但是你却得到 一个永远的生命 你却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 可是这个世界中间的转移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世界中间的转换 有时候需要 很多很多时候 需要上帝圣灵保护师 给我们的带领 所以这个年轻人 他听了这个话以后 脸上变得色 他就悠悠手手地走了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 他已经做了一个经济的损意表 赚和赔 赚和赔 他后来决定 我现在 我愿意赚活的世界 因为心中的这个偶像 心中的这个偶像 除了神以外的这个钱财 是我最大的偶像 你们也知道 当摩西他在山上领十戒的时候 老百姓在山下照金油堵 如果今天可以把这个牛 大切八块的话 我要对教会的利用 我对教会的精神来讲 你们自己对号入座 很多时候 那里面 是我自己的经济度 根据Tim Keller 提姆凯勒他的讲法 他这本书的Reasonful God 为什么是他 你们去看第十章 第十章里面讲过 那个题目是The Problem of Sins 罪的这个问题 他里面讲过一个 他对罪的定义 他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把好的东西 把它当成最好的时候 那个我们就犯了 世界的第一届 We do something good into ultimate good 那个是sin 这是我们基督徒 把偶像的时候 我们不经意之间 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心里面 我们自己 仍旧是一个专业的 偶像制造工厂 所以为什么 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就遇见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灵命不能够近身的 这种突破的拦阻 因为我们把次好的当成最好的 来取代了这位全善的上帝 我再讲一遍 这是我们灵命不能够近身的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会把一个次好的 有时候是我的工作 有时候是我的学业 有时候可能是我的妻子 甚至是我的儿子女儿 成为你生命的第一顺位的时候 它就在一夜之间成为你自己的精灵度 每一个人都有 今天不只是说少年人 耶稣不是说 你拿这件事 你看我们要做基督徒 都要把财产卖掉 我想今天上帝对我们的挑战 是如果今天你要跟随他的话 你要把你现在手上的 你认为次要变成治好的那个东西 你要先把它卖掉 然后来跟从他 这是一个生命上极大极大的挑战 没有人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当时在 庞德福音呼召的时候 我现在越来越强调 你知道你今天走的这条路 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的道路 做基督徒死路一条 做基督徒死路一条 就买车子里面 要堵那个小字 fine print 这些平安喜乐 无处兴旺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这种东西 我给你讲 如果你要用这种东西 来解决你生命当中的 圣食的生活的问题的话 基督徒到信仰 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好的信仰系统 上帝在那边关心的不是 不只是在地上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 他更关心的是 我们在上帝面前 将来永远的生命 我们的归宿 到一个地步 耶稣他自己来为我们 付上这个代价 我们这个世界观 没有这样的转变 我们永远会成为一个少年人 悠悠绸绸地走掉 甚至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们 至少这个青年人 他还有胆量 他悠悠绸绸地走掉了 我就说看见 我们教会里面的 很多弟兄姊妹们 他们紧紧地抓住 他们心目中中的 那个偶像 他们却还在这个教会当中 他们不愿意 悠悠绸绸地走掉 这边你看到没有 是一个 我兄弟看得见 Benjamin Franklin 一块钱的钞票 另外一个像是 主耶稣基督的像 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 一场非常非常有名的话 你们都知道 一个人不能侍奉 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够侍奉神 又来侍奉马门 我今天可以建议你们 把马门这个字拿掉 把马门这个字拿掉 你们放上去 今天在你们心目当中 你们的那个偶像 如果你自己能够 对号入座的话 你就知道 今天我们是一个 偶像的执照专家 我们的人心里面 人就充满了 那个物体洞里面 并不是上帝 在我们当中居王权 不是长王权居守卫的地方 那块空缺 今天不是上帝的存在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祸了 我刚应该这样讲 很多时候 我们会认为 我们是基督徒了 我今天把狠话 讲在前面 你可能抱着十字架 直落地狱 因为你不知道 一个真正认识 上帝的人 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所需要的扶上 要跟从祂的代价 这个代价 并不是要我们得到救恩的代价 而是说 当你力定心智 要跟随上帝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这样的一个身心灵 全然地摆上地跟从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要求 所以刚刚袁牧师祷告 是一个降服 是surrender 可是我们现在英文 喜欢用commitment为生 好像halfway in 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上帝我把我命交给你 应该是上帝 好像拿一把枪顶到脑袋 你要降服那种surrender 一个total的surrender 如果你还不决定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的话 我给你讲讲 我另外的生命当中的经历 我们在台湾都要当兵 刚刚跟徐牧师谈到了 我们也当兵 我的当兵是在马祖 这个就在福州 马尾外港的外面 我在这个大的三角形的箭头 在南甘岛上面 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每天就要面对 这个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个稍微军官在那边看 那时候我们在部队里面很辛苦 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样子于一天连长 就把我们全联召集在一起 他说今天有两个消息 他说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们要先听拿一个 一大平哥说 他说包括连长 我们中国人要先苦后干 什么是坏消息 连长说坏消息是 今天全联官兵停止休假 我们要做三千个沙包 因为马祖当兵 最希望就是礼拜六 能够出去看个电影 休闲一下 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休假 还要再去做公事 做三千个沙包 然后有一个阿兵 一个不死心 他说报告连长 他说什么是好消息 连长说 好消息这边 我们这边沙子很多 弟兄姊妹 你们会笑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好消息并不是那么好 坏消息很严重 可是连长来告诉我们 好消息的方法 并不能够解决 那个坏消息所给我们带来的困境 就是我们要做三千个沙包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对上帝 对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人都是败坏的这个坏消息 你不没有这个正确的了解 你今天对上帝 所给你提供好消息的这个配方 你一点都不会感激 你最后的下场 一定是像这个年轻人一样 你就悠悠臭臭地走了 你会跟你们笑 你跟他笑不出来 你会心里面嘟囔一阵 这算哪门子好消息 因为你做这个结论的原因 是因为你对坏消息 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你不想这个坏消息 坏到一个地步 今天好消息是好到如此 然后你才高高兴兴地 愿意接受这个上帝的结论 这是我下面后半段 最后一段时间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见 坏消息是什么 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坏消息是 世人都犯了罪 会觉得上帝荣耀 然后罪的工家乃是死 又来这一套 我想告诉你们 这个罪它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 罪的工家乃是死 我觉得你们如果上班 你们就拿到一个form 叫做W-2 这是你的wage 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以后 你pay to the order of so and so 那个价钱 那个代价是死 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以后 你得到的最后那个代价是死 要问为什么 因为圣经的世界观 圣经观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是罪人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人会死 证明了我们是罪人 也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生老病死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死这个世界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因为在历史上 出现过一些非常重大的 就是罪 我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跟你们分享 罪这个后面的问题 但是我就很简短地跟你们分享 罪这个字 如果你要去查中国的慈海 罪这个字 你们要查哪一个步手 四字步 慈海里面没有四字步 那时候有边独边 我们查非字步 也没有非字步 在慈海里面这个字 我们要查网字步 是这个字 是一个网 天罗地网的网 那个发音 网字步 还记得罗马说的罗 有没有 罗马说的罗 下面是抓鸟 对不对 罗 罪这个字 是抓飞 抓飞法 这是中国人对罪的看法 就是你唯非坐呆被逮到了 这里叫罪 现行犯 逮到了是罪 如果没有被逮到呢 在我们现代世界观念 没有被逮到 你有办法 对不对 可是这不是圣经上 给我们的教导 圣经告诉我们讲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有时候世界上 没有一个是良善的 我这边的洋洋沙沙 列出来 左边十八件 右边十件 当然中间有颜色一样的 表示在加拉太书里面 又重复了 这是上帝 接着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世人多犯的罪 他的罪的条条框框 把他列下来 意思是说 一个罪 最基本的 最有名的定义 一个弓箭手在射箭 没有射中靶心 他的结果 所以你看见 这十八项 加上另外的五项的经文 的罪 就洋洋沙沙地 在这个箭靶上面 你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 你们可以看 你们自己在生命当中 你们没有犯了哪些罪 对我自己来讲 我可能犯过最有名的罪 就是贪毒虚名 在大学校园里面 做老师 做教授 顶了一个教授的光环 进去学生看到我 教授教授 教授就是会教的野兽 贪毒虚名 我们出了paper 我们在这边拿到的grant 我们心里面很高兴 人家 哇 你真的不错 这学术 这学业有成 我们回心里 哪里哪里哪里 后来想这里这里这里 互相嫉妒 我很会嫉妒 别人拿到grant 我没有拿到grant 别人有学生 我没学生 别人生等我还没生 那样等 自古人相亲 我非常容易嫉妒 如果不是基督徒 我现在可能更糟糕 偷窃 小时候天天偷爸 不是天天不能这样讲 曾经两次偷过我爸的钱 两次都被逮到 然后两次都被修理 因为家里没有钱 所以我爸的铜板 大概就几个 他头来一摸发觉 少了一块钱 马上来找我 我干过偷窃的事情 我可能没有青南四 我可能没有做蓝童 但是我可以说我犯奸淫 在大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女孩子 看漂亮的女孩子 主义是说 你看漂亮的女孩子 动了一念 你就会犯了奸淫 然后你们自己对话 就说这个事情 我都没有犯过 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就犯了撒谎这个罪 而且你仔细在看的话 这上面没有所谓的 我们中国人传统讲的 做奸犯科拉 杀人放火 我们中国人讲 我没做奸犯科 我没杀人放火 我何罪之有 但是在这个上面告诉你们 你每一个人对号入座 你一定都在当中 你成为当中的现行犯 被上帝逮到 因为这样的结果 犯了罪的结果 可以去到上帝宗教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人会死 是因为罪的结果 但是我刚刚讲过 这个人来到世界上 上帝并不是要 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败坏 就停在那里 所以Marco Margaret 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的败坏 人的败坏 是最能够用 我们的经验 来够来查证的一个现实 可是却是我们在理智上 在我们的知性上 最排斥 最抵制的一个事实 我明明知道 我们是个罪人 然后嘴巴上去 我们不承认 我们的信任 我们不相信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总认为 我还比他好一点 在一个充满假货的市场里面 我的假还比他的假 稍微正一些 跟这样外面的弟兄姊妹 或外面的木道友 或者朋友们看到 说你们基督徒做的 跟外面的人 有什么两样 你还做的 还不如比我好 这些措辞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然后拿我自己 这种一点点的零分 去比人家的另外的零分 可是人的败坏 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 我们就不断地用堕落的思想 去阐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为什么讲这个圣经观 这么让我幸福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世界 用上帝这个罪的观念 去解释现在所发生的 世界上的幻想 是非常非常特切的 一针见血 好像我们现在去做 我们去做全身检查 做完CT scan 做了MRI以后 像我们做完我们的blood work 然后医生给你 一系列的你的报表 你哪里血糖 血脂高了 血压怎么样 告诉你 然后要给你开药方 要去做 对不对 上帝所给我们提供的 我们的description 就是对我们所做的诊断 是一针见血的 而他所给我们开的药方 也是最有效的 他的药方就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 他说好消息 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你了 好消息是上帝的恩典 好消息是神的恩赐 我把书三章告诉我们 神的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白白地成衣 因为神的恩赐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不是永死 而是永生 上帝人说 福子 我要做 良善的福子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 上帝的恩赐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乃是永生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缺的那一件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耶稣基督不是成为你的主 他就根本不是你的主 这是英文你们可能听过的 If he is not a lord of your all then he is not a lord at all If he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上帝 他并没有要我们跟他讨价还价的 这种偷经见谅 这种现金的交易 他要求的是 人身心灵的全然顺服 他没有给我们第二个选择 所以要么今天就是跟从耶稣 要么你今天就 悠悠臭臭地从这个地方走 只有两种选择 上帝也不会勉强你 你没看到耶稣 有没有把他揽回来 说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 还有另外一种救法 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个木道朋友 我现在讲的话太严厉了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 怎么样得平安喜乐 好不好 No 耶稣说你要来就是跟从我 我不要一群老弱残兵 我要的是一群能够奉献 跟随上帝耶稣基督的 他的仆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永生 是耶稣基督的恩赐 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赐 耶稣基督救赎 他就白白地成义了 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这是我们家老二 这二十年以前 对不起 我一九九三年 九五年 我在圣地牙哥 做博士后研究 所以那时候 我才跟原牧师讲 说我认识他的哥哥 在圣地牙 跟我们一起服侍 我把他带到那天 我把他带到这个 Arizona的沙漠里面 我们去那个开花 你看见很漂亮的花 那我喜欢照相嘛 我就 看见这个小 这个小男生 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就把他 就把他照起来 因为他现在 在大陆做宣教 所以我就不能够 把他现在的正面 给你们看 他九月份刚刚去 在那边做宣教 做宣教师要做两年 在一个大学里面教英文 这个孩子 他生命当中 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心里面非常印象 非常深刻 就回到刚刚 上帝人词 上帝人点 我九七年 是我那时候 在多伦多大学工作 我在多伦多大学 那边做基础研究的时候 下大学 那么我从 这个办公室 到学校里面 我走路 把孩子接回来 我们就踩着雪进来 那进到我们所住的 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 那我太太 是一个朋友 爱干净 讲好听爱干净 其实她有一点点的 那个 结那个字 他跟Samuel说 Samuel 那个靴子 血靴很脏 都是血跟泥巴 她说你不可以进来 把雪弄干净 根据我太太 圣洁的标准 爱干净的标准 我们这个家 是全然洁净的 她不容许 有任何的污泥 淤泥 跑到我们家的 这个地盘上面 对不对 所以唯一进来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 必须要洁净了 你必须要能够洁净 才能够进来 可是我那个孩子 只有五岁 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能够用什么方法 洁净他自己的靴子 然后能够干干净净地 脱下来 走进来 而不会把地盘弄伤了 他自己做不到 必须要有人 能够来帮他做 所以如果根据 我太太圣洁的标准 这个人就必须要 被排挙在门外了 可是根据爱和亲情的标准 今天站在门外的那个 是他的儿子 是属于他的儿女 他愿意他进来 来跟我们发生 母亲跟儿子 母子的关系 既然他自己不能做 必须有人替他做 我的太太就弯下身来 替他擦好了他的靴子 弄干净 把他抱进家里面来 在母亲的怀里 他进到家里面来了 我们这一群罪人 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刚刚讲过 上面讲的 洋洋撒杂的十八点 我们没有一个人 凭着我们再多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 耶稣的上帝的国度之外 可是上帝知道 这一群属于他的子民 他是上帝所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亲手拯选的 他们进来 他们必须要符合我 圣洁的要求 可是这一群误会的人 他不能够洁净 怎么办 上帝自己 我自己来听自 来为你们解决 我用我的血 用我的救赎 来给你们白白的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进到了上帝的国度里面 耶稣也在同样提供少年人这个机会 你还 你缺的这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里面 来跟从我 你要怎么去上帝那里 跟从我 进到上帝的家里面 从此以后 我的道路 成为你的道路 我的真理观 成为你的世界观 我的生命 成为你的生命 变卖你所有的 来跟从我 你缺这一件 最重要的这一件 其他事情 你怎么去做 你不可能承受永生的 所以我的儿子 这个例子 让我非常清楚地看见 原来上帝 为我们所开的这条 又新又火的路 是如此如此地宝贵 这条又新又火的路 在希伯来书里面 你们都非常熟悉的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进到至圣所里面 是从他的帽子经过的 这个帽子就是他的身体 耶稣基督 他的身体 成为我们进到上帝 至圣所与上帝发生 直接连接生命关系的 是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祖 而耶稣在这个地方 给这个少年人 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机会 你来跟从我 这也是我后来信主的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我刚刚讲的三个人 尼哥迪姆 和尼尔比拉多 跟这个少年人的关 这三个人都来问耶稣 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觉 如果耶稣 他真的是生命的话 耶稣他真的是生命的本体的话 这个人站在耶稣的面前 千载南风 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今天可以站在生命的本体 问一个最终极的问题是 我什么才可以得到成生命 上帝给他一个问题是 你来给他答应生命 来跟从我 可是最荒谬 最悲剧性的一个角色 是他悠悠愁愁地走了 当我读完这样子以后 发觉我说 我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人 如果今天这个人 真是我的生命的源泉的话 我怎么可以 这样子就白白地拱手 不接受 所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断每一天要重新地走 不断地去走这条 又新又活的载路 一条非常不好走的路 因为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跟从他的道路 我对木道的朋友们讲 我们当中的木道的朋友们 我在追求真理的 你们要知道 你们不要再做这个少年人 你们也悠悠愁愁地 从这个地方走了 但是我刚讲过 上帝不会来拦你的 他不会来拦住你 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这个少年人 后来信主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上帝把一个配方 把一个药方 告诉这个少年人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我最后我用 C.S. Lewis的一段话 来做我信息的总结 C.S. Lewis讲过这句话 他说 好事或是坏事 都是由某一种分享而得来的 假如你想得到温暖 你就靠近火旁 假如你想湿透全身 你就进到水里 假如你想得到快乐 力量 平安和永远的生命 你必须走进 甚至进入 有这些因素的东西里头 他说这不像 上帝如果单方面有意愿 我就可以得奖品 塞给人的那种模式 三位一体的神 是能力与美丽的伟大全员 在现实世界的中心涌出 你如果接近他 他喷出的水 就会胜死你 如果你不走近 你仍然是干的 后面这句话 非常powerful 他说人一旦与上帝联合 他如何不能永远活着 一旦人与上帝分离 除了雕尾与死亡 他还能做什么 人一旦与上帝联合 他不会 他不会永远地活着吗 约翰福音事物章告诉我们 葡萄树和枝纸的比喻里面 藏在我里面的 但是人如果与上帝分离 除了雕尾和死亡 他还能做什么 我们不要做那样子一个少年人 特别是对今天的同学们 学生们 你们来到北美这块大陆当中 上帝给你们一个极大的机会 要你们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来认识这位上帝 但是认识的这个上帝 我不是要你轻轻乎乎地 随随便便的 我要非常严肃地 对你们提出这个邀请 而且是一个挑战 如果你要跟从上帝 你就完整的 如果你要跟从上帝 你给我完整的 上帝不要一群老弱产兵 他要的是把我们心灵 完完全全 降伏在上帝神面前的那个人 我们缺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也对诸里的弟兄姊妹们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如果我们心里面 仍旧有那样子一个 在上帝以外的第一位的偶像 今天是我们把这个偶像 除去打碎破碎的时候 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 忠心跟随上帝的人 让我们跟随上帝基督所 生活出来 生活样式 能够成为众弟兄姊妹的祝福 与神明的见证 看见在上帝 在教会 在古去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 是上帝的高台 上帝的话语 这一群活在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不是在教会当中 他们更进到社群里面 去感染 去翻转 这个弯曲悲逆的时代 我们这一群人需要做上帝光明 武侠赐的儿女 唯一的方式 我们要变卖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 我们来跟踪耶稣 所以下面想花一点时间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做一个邀请 就是我可能请成道德弟兄上来 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在这个邀请里面 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 特别对木道朋友们来提出个邀请 你们愿意在上帝的生命当中 来跟随他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求主 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你让我们看见 主 你自己是我们一生当中 所最新追求的 如果在朋友们 你们愿意在今天上午 今天下午这段时间 把你们的生命交给上帝的手 你愿意今天在座位上 你举起手来 让我看见 我愿意来问你祷告 有没有 我再讲一遍 这个不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邀请 是你的生命 成为上帝 手里面的 一个被他使用的器 你愿意 让上帝 来成为你生命当中 第一是好的 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 我让朋友们 请你 请你 坐位上 请起手来 让我看见 看到了 谢谢 看到了 还有没有 我现在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讲 我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请出这样的激励 你愿意在你的一生当中 把你自己奉献在上帝的面前 来经历上帝他的恩典 而不只是因着他的带领 你建在上帝的信使里面 可以成为上帝 在这个国度当中的见证 如果你今天发觉 你自己心里没有 像需要出去的 你从这位上帝 举些手来 我们来为你祷告 有没有 好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来一起安静 我们在天上的附近 愿主你自己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这独一无二的标杆 我们心里面 有不同的偶像的 制造的这个机器 祝你自己 亲自的挪去 祝让你自己 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全部 让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 无底洞 被这个永恒不变的上帝 来充满 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转化 一个彻底的翻转 而在这个弯曲 悖逆的时代里面 我们不只是见证出 上帝的荣耀 信仰你那 召我们出 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祝你更让我们兴起发光 在这个社群 在这块美国的地图 甚至在普世各地 我们看见无数的学生学者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把耶稣基督一个纯正 一个成全的福音 一个全备的福音 来告诉他们 愿主来恩待 恩待他们 让他们能够将他们自己的身体 线上成为活迹以后 他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查验 上帝 你那善良 纯全 而可以喜悦 让我们非常高高兴性地接受的永恒的距离 让我们高高兴性地 正在上一天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 又新又红的大路里面 我们知道 一旦我们跟随你 就一旦我们预联合 我们一定会与你永远一起活着 谢谢主耶稣基督 愿我们能救恩 谢谢主耶稣基督 你在学家上 为我们设立的成就和这样子 一个宝贵的建设工作 将我们这群罪员 从霍根玉璃当中 能够救发出来 让我们能够脚立在 这样子一个文物的潭水之上 就是主耶稣基督 你自己 谢谢主 这样子大好的消息 大好的恩典 爱咱们值得满心的感谢大礼收 奉告恩主耶稣 基督的圣经祷告 阿们